寿风乡长补选倒数最后一天 长期来强打在地女儿的登记二号候选徐雪玉 在17号下午进行寿风乡扫街拜票行程 所到之处每一位支持者都高喊冻算 希望在最后一里路可以一起创造寿风的美好未来 寿风乡长缺额补选即将在18号头开票日渐争章 登记二号的候选人徐雪玉 17号下午在支持者的支持之下扫街造势 60台车在寿风乡各社区部落大街小巷穿梭 扫街拜票 徐雪玉 冻雪玉 雪玉冻雪玉 冻雪玉冻雪玉 对我们自己做的 他也表示身为寿风的女儿 在寿风出生更了解寿风乡所需要的建设 他呼吁相信在18号能够用选票来支持他 将寿风乡未来的建设更好的规划 那明天早上呢就是投票的日子 8点到4点 请我们的所有的乡亲记得2号2号的徐雪玉 在地的子女也是在地的女儿 我想在地的女儿呢 才知道我们在地寿风人所需要的什么的建设 那寿风人需要的建设呢 雪玉呢都拟记在心里 这30年来从政的经验里面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雪玉参与我们寿风乡长的一个补选 如果能够顺利当选的话 我想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建设呢 都仰赖我们地方中央来协助我们地方的这个建设 我想在雪玉的这个生涯里面呢 结识了很多好朋友 我相信还有我们议会的同仁都能够协助雪玉 我想往后呢 如果要争取所有的经费呢 到我们寿风乡来建设的话 我想我们所有的议员以及中央地方大家一条心 我相信呢 未来我们寿风呢 此日可待 寿风乡长告诉最后一天 选情白日化 双方激烈攻防 也纷纷向选民寄出政治牛肉 登记二号的徐雪玉表示 他以身为寿风人为傲 这一次勇敢承担为寿风乡亲服务的担子 他也大声几乎乡亲民众能够全力相挺支持 协助他实践服务寿风乡建设寿风乡的政见 明天18号也就是决定寿风乡未来的时刻 徐雪玉扫街肇事 恳请大家帮忙吹票 为寿风勇敢一次 一定要站出来用选票来支持他 记者林杰授风采访报道